Hello 大家好,我是眼仔鹿鹿,大家可以叫我做鹿鹿的 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討一個很嚴重的話題 就是小朋友有近事的時候,家長怎麼辦? 一般來說,過去小朋友有近事的時候,家長都會和她們配一副眼鏡 又或者長大一點的時候,和她們做激光手術,那就搞定了 但其實這個想法是錯誤的,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這樣做的時候,戴了眼鏡,小朋友近視只會越來越加深 其實有一條方法是可以計算到小朋友18歲的時候會有幾度近視 那條方法是18-現在的歲數乘50度,然後再加到現在的度數 這樣就可以計算到她18歲的時候的度數 舉個例,如果現在是9歲已經有150度的話 那她18歲的時候,很大機會都會超過600度近視 嘩,如果超過600度近視,那就很大件事了 因為所有眼疾都會是600度近視而形成的 例如視網摩脫落,黃斑病變,或者青光眼 所以我們真的要特別去留意這件事 其實過去這麼多一年裡,有很多眼科專家已經一早發現了 近視是可以減退的,尤其是在你18歲未發育完全的時候 小朋友是最好的時間 不如首先我們看看眼睛其實是怎樣看東西的呢 因為光線,物件的景象就會經過我們的鏡頭 即是徵狀體 投射到我們的視網膜 然後經過我們的視覺中書神經系統 去到我們的大腦 大腦就會發出指令,分析 然後這個景象就會投射到我們的腦海裡 我們就會看到景象 當我們看近視時,節狀體就會收縮 將徵狀體變胖和變厚 令到焦點能夠落到我們的視網膜 但是因為我們長時間看東西的時候 節狀體就會長期收縮 然後就會感覺到抽筋不能夠放鬆的時候 當我們看遠夜,焦點就會落到視網膜的前面 令到我們看東西的時候模糊不清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叫做的假性近視 但是相反,如果徵狀體太薄 即是節狀體太放鬆的時候 那球射的銀幕就會令到視網膜的後面 這個時候我們看東西就會變成軟視 其實當我們有假性近視的時候 我們的眼球都沒有拉長 結構也沒有變化 只是生理上的一些機能出現了問題 其實玩舊的方法非常之簡單 就是多看遠的東西 我們盡量少看近的東西 不要經常看近的東西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節狀體就可以放鬆了 放鬆的時候也將我們的徵狀體變回扁平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遠的東西 但是節狀體本身是一些很懶的肌肉 當它抽筋過後 它是需要時間去放鬆的 所以我們休息過後 千萬不要立刻看近的東西 都是多看遠的東西 這個時候大腦就會懂得 跟我們的視覺神經系統作出協調 令我們有體液的能力 人體的身體機能其實很厲害 它會取易不取難 當我們看遠的東西模糊不清的時候 其實節狀體是抽筋 反應很緩慢 而大腦給它指定 它又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但是其實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近的東西是會很清楚的 原因是 節狀體在這個時候 會受到大腦的指令令它懂得動 但是當看遠的東西 大腦就不會讓節狀體感受到這個指令 那久而久之 我們人體的機能就會告訴我們 原來我們看遠的東西的時候 是無法控制節狀體的 這樣我們慢慢就會喪失了 看遠的東西的能力 這個時候就會變成假性近視 那如果假性近視 我們可以怎樣呢 我們就要多些戶外運動 看遠的東西 接觸多些陽光 不要再經常看遠的東西 不要再經常看遠的東西 在這裏 看遠的東西